我经常跟人说 美国人天真热情 敢想敢干 日本人有归属感 有团队精神 犹太人意志坚强 欣其如意 意大利人重亲情为家族 这些优点我们中国人都有 年轻的时候 我就很想有一百万 可是谁都说我天真 我就不信邪 打打杀杀 终于有了第一桶筋 于是我就做生意 为家庭为家族 终于 房氏家族上市 这个可谓全员恶人的房氏集团 是香港最大家族企业之一 他们拥有着先辈们所有的优点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一致 敢打敢拼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觉得众人当中 谁才是你心目中最狠反派呢 房氏家族在领袖话书带领下 迅速于江湖上扬名 接着由犯罪勾当起家 在新世纪到来前 建立公司成功洗白改做正当生意 谁知一场金融风暴的 习来让集团股票遭到停牌 要想保住几十年辛苦建立起来的基业 集团律师阿龙表示 必须准备现金 涨币两亿 公司资金早被银行冻结 短时间内又到哪去筹购两亿现金呢 就在话书一筹莫展之际 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此人便是哥伦比亚最大毒销卡尔 数月前卡尔的生意受到重大打击 先是一批毒资在日本 被查遭到银行冻结 接着公司内的制毒专家 又在菲律宾落后 最要命的是制毒的药品样本 和配方光碟前几天又被大陆警方破获 卡尔表示 只要房市集团能帮他弄回这三件东西 便奉上两亿现金 虽然这几件事都有一定难度 但公司眼下窘境已容不得话书迟疑 两位大佬一拍集合达成协议 详细了解了卡尔交代的任务 话书决定先从最简单的着手 一个是抢回日本银行的毒资 另一个便是解救制毒专家 因为相比起大陆公安 日本与菲律宾警方明显好对付得多 而话书家中有两个儿子 一位是靠头脑做事的乌鸦 一位是偏爱好勇斗狠的阿光 考虑到菲律宾警方的无能 解救制毒专家的差事 交给阿光来做最合适不过 后者接到任务带了几名小弟远赴菲律宾 观察到了压介制毒专家的警察行程 半途持枪直接杀出 面对阿光等人的火力压制 菲律宾警方完全无法与之抗衡 一番火兵败下阵来 只能眼睁睁看着制毒专家被救走 同一时间乌鸦也和手下来到了日本 他模拟了银行附近地势 然后让小弟们在下水到岸上炸药 炸出洞口进入银行内部成功夺回了毒资 但他的脸部照片由此被当地警方拍到 警长乌水次郎负责调查此事 于大街巡逻时发现乌鸦踪迹 接着两人展开追逐站 一路跑到了大厦楼顶 乌鸦躲在暗中偷袭 一枪将乌水次郎击毙致使坠下高楼 就这样乌鸦与阿光顺利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接下来卡尔交代的事便只有样本和光碟这一项 但大陆公安部比其他两国警方 要想从对方手中抢回东西可谓难比登天 话书必须想好万全之策才敢进行下一步计划 与此同时 乌鸦与阿光犯下的案子被日本与菲律宾两国警方高度重视 查到匪徒来自香港的房市集团 日飞高层随即与大陆警方联系 派出各自国内最好的警探奔赴大陆协同调查 而香港警方这边也派出了探员小梁与一配合 他们众志成城是要将匪徒绳之以法 负责此次案件的小组代号为猎豹 由公安刑警队长大红带头 后者将了解到的资料详细告知众人 他怀疑房市集团已与卡尔这位大毒枭达成合作 接下来的目标大概率会是样本与配方 而警方现在需要做的是守住带徒 耐心等候房市集团送上门来 可大红计划虽然这么安排 但远道而来的其他警员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一向懒伞自由惯了 来自菲律宾的女警安妮甚至因为寂寞难耐 还将男友一起带到大陆 今晚是她生日 高兴至于邀请众位警员来到夜店消遣 谁知乌鸦等人恰巧也在此地 好色的阿光一眼相中跳着妖娆舞蹈的安妮 接着来到舞池中央伸出了贤猪手 这一举动引发安妮不满 双方人马一言不合开始动手 夜店老板见状赶紧报警 大红带队过来控制住了局面 将闹使双方全部抓回警局 大红怒斥众人不听指令擅自行动导致打草惊蛇 现在没有证据即便抓到阿光也无济于事 而安妮则解释一切都是意外 她只想办个生日派对没有料到房市集团也在场 小梁和日方警员也纷纷站出来替安妮说话 你是来干什么的 是来办案的 不是旅游的 大红算是明白房市集团为何能轻易救走制毒专家和夺回毒子了 原因就在两国警方的疏忽与不作为所知 双方针对此事吵得不可开交 而隔壁正在路口供的阿光却一脸的不以为意 我可以证明我的当事人与打架的事完全无关 你是英国的律师可惜不懂我们中国的法律 在中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规 没错 在公众场所欧斗违反治安条例 妨碍了公众的利益 交单保定500 等候处理 500块钱还不至于让阿光玩命 英斗欧被抓的他眼神会议律师交钱走人 之后为了消除郁闷和律师 还有二弟乌鸦一同去到酒店玩乐 要我说这三人的气场真不是一般的强 普通人跟他们对一眼都怕挨上几个儿瓜子 几小时后阿光几人喝醉回到别墅 而他们一路行程却被一位神秘女人看在眼里 第二天公安局内 在局长的调和下 大红与安妮等警员化干戈为玉伯 毕竟众人目标都是为了抓捕对犯 没理由为了一件小事吵闹 调查到房市集团在野外买了一桶别墅 且将毒资与制毒专家一并藏于房中 警方派出大量警员埋伏在旁暗中观察 这时阿光与乌鸦正在别墅商讨如何夺回光碟与样本 谁知昨晚神秘女人忽然闯入庭院 利用伸手击倒了数名看家小弟 最后神不知鬼不觉来到别墅内部 结果在大厅与乌鸦撞了个阵阵 而女人此次目标正是眼前的人 原来她的身份并不一般 正是乌鸦之前杀害的日本警长的妻子嘉丽 为了替夫报仇 嘉丽顿时与乌鸦打过一团 阿光听闻动静来到大厅 两兄弟的联手让嘉丽没了胜算 此时埋伏在岸的大红将一切看在眼里 随后指挥警员攻入别墅 阿光自知情况危急便让乌鸦先跑 因为对于整个家族而言 弟弟的存在价值远高于他自己 阿光用命给乌鸦拖延了逃走时机 警方这次行动虽不算大获成功 但也干掉了一名匪扑头目 事后得知嘉丽也是日本警员 大红盛情邀请对方加入猎豹小组 这时小梁站出来发言 以他对乌鸦的了解 这家伙肯定会替哥哥阿光报仇 而报仇的目标必然是嘉丽 嘉丽听后主动请应当幼儿引出乌鸦 而复仇心切的乌鸦还真上了这个档 了解到嘉丽正大摇大摆地在街上闲逛 他带小弟们开始行动 原来乌鸦早就知道附近埋伏着多位警员 所以利用此计将其弄上公交车 但他千算万算却没算到嘉丽的高超战斗力 女人在公交车内一敌重 竟然丝毫不落下风 乌鸦等人久久不能将其拿下 结果在路上最终被警方拦下遭到带阻 如今大儿子遇害小儿子入狱 话书内心怨恨可想而知 在律师建议下准备跟警方来个殊死一搏 他花重金在国外购买大量炸药 然后安装在了城市各个角落 随着炸药引爆城市顿时陷入恐慌 话书趁热打铁给公安局长写了一份信 让对方交出乌鸦 局长不愿与匪徒达成协议 派出大量警力于城市各个角落巡逻 找出安放好的炸药以便拆除 而话书的豪言其实连自己都骗不了 他的炸药又不是核弹 怎会有毁掉城市的威力 而之所以这么说原来另有他意 就是为了骗警方花人力去拆弹 自己则带着一众小弟闯入警局 抢夺样本与光点 但此事空无一人的警局 让话书立马察觉到了不对 随着一声枪响才之中了埋伏 原来警方派人拆弹的同时 让一众女警员埋伏在了脏务时 就是为了等着话书自投罗网 接下来女警们与匪徒展开了最后的交流 他们各个宛如当代花木兰 不仅伸手高超且枪法出众 不到几分钟便将话书手下杀了个金光 之后就是喜闻乐见的围殴大反派桥段了 话书眼见到了这个地步也不装了 直接摇身一遍化身成了功夫里的包租公 一手太极拳早已如否成亲 一个打几个丝毫不落下风 随着话书倒下 整个房市集团宣告覆灭 经过这次合作 日本和菲律宾警方意识到了与大陆警方的差距 他们在这次行动中可谓受益匪浅 回去一定要向大红等公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给您看